根据您提供的部门清单 这里是各个部门的概要职责 一、董事局管理部门 制定公司的高层战略和长期目标 监督公司的整体运营和管理 对外代表公司进行重要商务谈判和决策 确保公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二、招商部负责吸引和管理投资者关系 策划和执行吸引投资和融资的活动 与潜在的商业合作伙伴建立联系 三、财务部门 管理公司的会计和财务报表 财务规划、预算管理和成本控制 事务筹划和财务风险管理 四、人事部门 员工的招聘、培训、考核和福利 组织结构设计和人力资源规划 劳动法遵守和员工关系处理 五、市场宣传部 制定和实施市场宣传策略 管理公关活动和提升品牌知名度 媒体关系和危机管理 六、广告推广销售部 设计和执行广告推广活动 管理销售团队和销售渠道 目标市场的销售策略和业绩监控 七、包装部 设计和开发产品包装方案 确保包装的质量和安全性 管理包装物料的供应和库存 八、成品仓库采购部 管理成品的存储和库存控制 执行采购计划保证原料和产品的供应 管理供应商关系和采购合同 九、材料仓库 管理原材料的接收、存储和发放 监控材料库存水平 预防缺货或获过剩 确保材料仓库的安全性和效率 十、研发部 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 现有产品的改进与升级 保护知识产权并跟踪技术进步 十一、生产部 管理日常生产活动和生产计划 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生产设备和工艺的维护与改进 十二、品质管理部 制定质量标准和质量控制流程 监督产品质量检验和审计 处理质量问题和持续改进 十三、出货物流部 管理产品的配送和运输 负责订单处理和发货安排 优化物流成本和提升物流效率 这些部门之间需要良好的沟通和协调 确保整个公司能够顺畅运作 同时也要根据具体的业务需要 和实际情况来调整和优化各部门的具体职责